现在港台娱乐圈的最成功的经纪人 就这里边这些事都是霍卫熙身上发生的事 说这霍卫熙是哪路神仙呢 今天他已经40出头了 可是长得非常漂亮 当年呢 他是模特出身 后来20出头的时候 就到英皇公司当了经纪人 一直干了20年到现在 他手底下带着艺人 我随便说几个你就知道 谢霆峰 容祖儿 阿萨 阿娇 杨洛诗 管理厅的基本上都是大腕 而且他在英皇公司手底下带30多个艺人 现在这些艺人发展的状况都不错 所以他被称为香港绝对的金牌经纪人 现在开始来到内地 来物色一些选秀的一些新人 成绩也不错 那么像这样的人 我们可能一想就女强人很厉害 没错 他也确实严厉 他下边的艺人都怕他 你像当初这个阿萨阿娇 组成组合到他这来的时候 他就指着阿萨 你赶紧给我减肥 要不你脸圆着跟披萨着 你怎么行呢 就是艺人如果不听他的话 他会有非常严厉的处罚措施 但是他对艺人本身也确实负责任 你像阿萨阿萨刚开始出道的时候 岁数小啊 挣了钱就只能买衣服买吃喝这些东西 当初霍文西强制他俩 要把挣的钱攒到一块买房子 置业 所以霍文西本身对艺人既严厉又关心 阿萨病师 所以他带过的艺人一提起他都感激他 而霍文西难得的是什么 他的志向就在这 咱们看他的照片 包括他年轻的时候 你看长得漂亮 就是他这要珠光宝气打扮起来 要跟明星一起出场 他的风头把明星都盖过了 可是偏偏这个人天生就愿意站在幕后 搞一些经营方面的东西 这是他的志向 所以霍文西呢 有这样好的条件 而且有这样厉害的智商和轻商 所以他能成为港台最为珍贵的金牌的经纪人 从21岁起到现在 霍文西做了20年经纪人 经他手捧红的艺人多达30多个 其中不乏所谓的天王巨星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 让他如此热衷于这个职业 那么说到这儿呢 咱们得首先给大伙说一下 这经纪人到底是干嘛的 很多人觉得经纪人跟明星贴得近 说你经纪人无非就是一天跟着明星 这吃那喝 给明星挡着架挡着记者 然后这给明星出去谈价去 经纪人真正的概念是什么 是经纪二终 我们知道什么叫经纪 说白了让你多挣钱 开发你最大价值 那艺人靠什么挣钱 你得有活 所以经纪人最核心的事是什么 给艺人找活 这个找活涉及到 如果你没活呢 那我得让你多干活 得让你活一下 多挣钱呢 所以先找活 这艺人已经火了 那找活的含金量就上来了 他设计一个挑活 啥活能干 啥活不能干 所以像这些东西 什么该接 什么不该接 什么能干 什么不能干 往往这个要靠经纪人给把关 你看就挑活非常讲究 当年这个李冰冰 有一段时间挺累 就想休假玩去 那时候有个电影 叫回家过年找到他 他的经纪人王金花 这被称为内地第一经纪人 王金花是这个好 你得接 李冰冰说 那我累我要回家歇着 那你回家歇回报海了去吧 还当什么明星 把李冰冰拽过来 从此李冰冰才开始走红 这个王金花 当初也是范冰冰的经纪人 范冰冰那个时候 竟演电视剧了 接到个电影 什么电影呢 咱们有不少朋友看过 冯小刚的手机 里边不有个第三者插足吗 那个出版社编辑叫五月 说你演着五月 范冰冰不想接 这五月第三者 这对我很清纯的形象 不是个影响 不愿演 我取不了你 我没那么天真 王金花说你傻 拍佛小刚刚的电影 里头又是葛优 又张国立这些伙 拖着你 你还起不来 就这么着 范冰冰演着电影 后来还得了百花奖 从此之后 范冰冰也开始飞黄腾桃 选择什么样的活动 非常非常重要 当然 他的核心手段 怎么让艺人多有活 而且能有好活 这里有三大要素特别关键 打造形象 炒作 公关 打造形象指的什么呢 艺人的形象怎么样 他向阳光正能量发展 少有些负面的东西 你咱们看 你像范冰冰后来的经纪人 穆小光 当范冰冰出现整容 还有其他一些绯闻的时候 这孟小光说 咱们别躲 直接站出来 来解释 面对面的应对媒体 所以这也是打造了范冰冰 这种敢做敢当的形象 所以后来范冰叫范冰 这和他的经纪人 这是密不可分的 那么除了打造形象 这艺人知名度 靠什么起来 你总得有新闻 总得让媒体可写 那什么呢 炒作 这炒作呀 我给大伙说 这里的技术含量挺高 比较常见的炒作是什么呢 咱们有时候经常在网站上 或者报刊杂志上看 某某某某 疑似有绯闻 俩人又拉手了 又拥抱了什么的 这种新闻你记住 你千万别相信 即使他俩真好 这个过程也是做给记者看的 为了炒知名度 那真俩人要是底下秘密的话 还能让你记者拍照 这事炒大了 保准有一个人站出来解释了 我得说说这事怎么回事 他为什么站出解释呢 提高自己知名度和出境率 再一个 往往伴随着他最近要出书了 要演个新电影了 要出个新唱片了 准有这事 而且解释毫无例外都是 我相信轻者自清 卓者自主 再不就是 我希望你们更多的关注我的作品 这全是经纪人教的 那要真出现负面的了 经纪人怎么站出来公关 这个非常重要 就大伙传你这个不好那不好 经纪人怎么替你安排一些活动 澄清这个事实 而这些你会发现都离不开媒体 所以往往有很多经纪人 就是从媒体里出来的 他懂得媒体需要什么 媒体采用什么样的方式 能为你所用 对你报道有利的事 所以有好多经纪人 有媒体工作的经历 所以说打造形象炒作公关 这是经纪人三个必须要面对 那么经纪人的其实 他也分初级和高级 初级经纪人是什么 比方说这个人已经有腕儿了 名气挺大了 说白了我让你来 反正我也得雇个人 来给我谈谈价 理理财 外边是给我帮忙调理调理安配一下 这叫效劳型经纪人 就是你有腕儿了 不需要你怎么着 你就来给我干这些活儿了 这是初级经纪人 高级经纪人是什么呢 还没腕儿呢 这个艺人 你怎么把他带出来 这是高级经纪人 你就像我们前面说的霍文西 Tjens组合是霍文西的经纪人生涯里 最光彩夺目的作品 他将两个普普通通的女孩 在短短七个月的时间里 打造成风靡一时的 亚洲超级偶像新组 是炎史的 有风静人 一时保护了 这就三次 我现在有重新的 给你们学习得很好 你经纪人经纪人 你再不会谈价 不会琢磨挣钱 你不可能用力 懂艺术特别重要 这艺人怎么能活 你一定得了解他的艺术特质 你得根据他的特点安排 你不能给他南辕北辙弄出来 你看赵薇的经纪人 以前的经纪人叫陈荣 他嫂子 亲嫂子 那个时候陈荣为什么是赵薇的经纪人 原来人做生意 谈判或者是审视夺视算账 没问题 是一个好丑女强人 可是他对艺术的了解差点 那这给赵薇演完电视剧了 开始接电影 什么郁观音的绿茶 效果都不好 有很多人管赵薇叫票房毒药 这跟当时陈荣的艺术眼光不够 有直接关系 就这片子我该演不该演 我能不能介绍这片子火 给我带来的是正面还是负面 他判断有点片长 到后来一点点不够怕滚大学 你看这些年又是这画皮了 又吃力了 赵薇演这几片 一点点起来 这和陈荣的艺术眼光提升 也有直接关系 所以好的经纪人懂艺术会经验 当然除了这两点 你得处理好和艺人的关系 咱们看经常有的时候和你带的艺人 闹得鸡肥狗跳的 这事也不少 2002年台湾偶像组合F4搭档独演流星花园2 因为收拾不如预期 工作压力增大 爆发了F4成员严陈旭在公开访问中 控诉经纪人柴志平抽拥过高的风波 我是很不会安抚艺人的 我觉得我对这些小孩子完全没责 我没有恶意去 可能给人家脸色看我怎么样 尤其最近承受的压力是 比如说我现在听到外面对我一些评议 那可能有些人对我的误会 然后他可能就写成文字 其后严陈旭离开了公司 F4组合四人基本分开发展 如今经纪人对于艺人的作用越来越大 艺人与经纪人之间的关系也非常的微妙 那么他们之间究竟有何相处之道呢